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判惊奇 今天的节目呢 咱们先不谈时事 谈谈风水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 在众多文化门类中 算卦看风水呀 这类文化被社会各阶层迷恋 早在商朝的时候 人们就流行用龟壳授股占卜 一直到现在 很多达官显贵 聚商复古 在选址 启明 预测仕途及商业前景上 依然少不了请风水师测一测 就算是宣扬无神论的共产党高官自己 也有不少消息显示 他们也是风水的迷恋者 中共早年选择延安作为落脚的地方 就是因为有一种说法 说西北是生门 而中共的太祖毛泽东就把身边的部队 命名为8341部队 民间就说呀 8341这个数字对毛很重要 其中密码现在以广为人知 毛受命83岁 掌权41年 而中共将政府选址在中南海 甚至天门前旗杆的高度 据说都与风水有关 说到这儿 就要谈到现在香港的局势 跟风水的关系 首先要声明一下 风水这个东西不像别的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摸不着 看不到 不相信 所以本期节目的内容可以归类为时事新闻的 花边信息 只是跟大家做一个 有趣的分享和探讨 信不信呢 全在于您个人 一个署名颜非的人曾发表文章说 风水文化在香港很流行 在香港人看来 风水既不是迷信 也不是科学 而是一种商业文化 从办公场所到生活起居 室内摆设都在讲究风水 比如香港前特首曾殷权 当初从政务司司长搬入礼宾府就职的时候 就修了一座鲤鱼池 里面养着他喜爱的九条锦鲤 据说是为了党官煞 而到香港的外国公司 也受到了香港风水文化的影响 比如一家著名的外国证券公司 据说1990年起每年都会发布风水指数 预测一年的香港股市楼市表现 然而风水既能挣着用也能反着用 这我就要讲到在香港著名的有关中银大厦的风水大战 有的朋友可能之前就听说过 中银大厦位于香港岛的中环地区 1985年初开始建造 1989年落成 1990年正式启用 这座300多米的高楼是已故建筑名家贝玉明的作品 中银大厦外形是灵柱状 形状下大上小 贝玉明形容这是象征雨后的春笋 寓意节节上升 但是香港风水师却指出 中银大厦的外形 其实是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 一尖三棱 通体寒光 好似一把直插云霄的轻箭 分别对着当初英治时期的港督府 英军驻港部队 还有旁边的汇丰银行大厦 对于英军驻港部队的影响 目前比较难查到相关的文献 但是对当年港督府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的记载 为了避开中银大厦的煞气 经过风水先生的指点 港督府采用了以柔克刚的策略 在朝向中银大厦的方向 种植了几棵柳树 挡煞 还在花园里修建了旋转喷水池 寓意时来运转 不过柳树后来也传出死讯 似乎煞气太重 而先于中银大厦落成的 汇丰银行大厦 在中银大厦落成后 业绩变差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汇丰大厦顶部 出现了两个这样的装饰性大炮 被称作风水炮 有十多米长 对准中银大厦 寓意是刀来泡网 用来反刻中银大厦的寒刀 随后汇丰银行业绩好转 在中银大厦旁边 还有比它厚落成的花旗银行大厦 采用了书本开业形状的设计 开口与中银的菱角相对 据说也是为了阻挡中银大厦的杀气 此外 1999年落成的长江集团中心大楼 高280多米 夹在中银大厦的寒刀 与汇丰银行的大炮之间 为了躲避刀砍炮轰 这座楼被修成了四方台盾形 四平八稳站在当中 而且楼身全部采用防弹玻璃 为了在刀枪火种下生存 这座楼的建设也真是拼了 我们不知道作为中资的中国银行大厦 是不是有意把大楼盖成这个样子 但若果真如此 这一招可真是煞费苦心 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都是银行的大楼 不可否认在过去很长时间 香港这块福地财运亨通 风水士认为 香港维多利亚港风平浪静 东西两边的山脉恰如屏风 使香港这块地方成了一个天然的聚宝盆 著名风水师香山西洋认为 香港西环是一个入水口 就是财富进入之处 要想财运家 天门要大开 地户要紧闭 天门是西环一带 地户是鲤鱼门 然而2018年特首林郑月娥力推明日大雨计划 要在大雨山东部填海1700公顷建造人工岛 民间对此颇有微词 相信风水的人也指出 这座人工岛处于西环面向的开阔海面 如果兴建 将破坏西环 天门要大开的风水格局 不利于香港的财运 最近有一篇报道引述香港立法会议员 谢伟酸的话说 明日大雨计划 目前可能要推迟半年到9个月的时间 这项工程推迟了 可另外两项跟风水有关的工程 却早已落成 《星纪元周刊》去年刊登过一篇文章 讲到2018年10月24号 耗资千亿长度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这座被称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是中共十分重视的工程 风水界流传 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港珠澳大桥 是中共用来压制香港的风水镇 风水师认为 珠江汇集了广州、深圳、佛山、香港、澳门等地的水龙 形成一条通天的巨龙 港珠澳大桥破坏了珠三角的巨水龙脉 中共宣称 这座大桥是一条龙 不仅不会阻断珠江的龙脉 还能把龙脉引到香港 让香港更旺 但风水师们却不敢苟同 大家来看这张图片 在港珠澳大桥上的两个人工岛像什么呢? 是不是像两个蛇头? 所以风水师说 大桥的设计根本就是两条蛇 而不是龙 它们把这叫两蛇对冲 而香港地形似龟 是伏地 这座桥的设计是用蛇来克龟 将给香港带去天灾和是非 这座大桥在兴建之时 就有18人死于工伤 受伤数字超过600 2018年10月23日 开通仪式当天 港股收市暴跌806点 路股跌破2600大关 建成后 香港又遭遇山竹等大台风 更严重的是 香港风水师王亭之表示 西北是香港发源地 港中澳大桥连接香港西北 好似把维多利亚港 从西北处切开一个口子 能把水路从香港引走 对香港非常不利 我们看到8月18日有一条消息 说是在香港818集会之时 中共突然公布建设深圳式的计划 想把深圳打造成先行示范区 丰富一国两制的发展实践 有人担忧中共是想在未来 让深圳超过香港 而将香港边缘化 不知道这与港中澳大桥的 风水镇是否有关 除了港中澳大桥 作为广深港高速铁路的 南端旗址站 香港西九龙高铁站 也被风水师称作是 西九毒蛇镇 因为这个车站的外观 酷似香港的目的 而在车站的对面 就是设有孙中山雕像的中山公园 还有民主自由之意 而这个西九龙高铁站的出现 被认为是触了眉头 有些评论人士认为 中共想最终摧毁香港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要把它变成像内地城市一样 说啥听啥 可以玩弄于鼓掌之间 早在800多年前 宋朝风水大师赖布依旧预言 香港太平山上有一只石龟 以每年一米的速度 从山上爬向海面 石龟落海之日 就是香港路沉之石 1997年 香港太平山脚下的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完工 外形恰似一只龟 这座会展中心里 举办了香港主权移交仪式 中共治下的大陆媒体称为 香港回归 而龟与龟同音 所以这被人解读为 应了宋朝赖布依的预言 而陆沉 除了是比喻香港正沦陷于红色政权 在今年7月24号 也真的出现了香港西九文化区 多处地面下陷的情况 就连2018年7月24号 中银发行的500元港币新钞的设计 也大有香港陆沉之意 风水师香山夕阳曾指出 中共想破坏香港风水 但是阴邪力量斗不过天 中共不会得逞 作者署名为木兰的一篇文章 也用中国古代预言书 推背图的第43项的一句话说 君非君 陈非臣 使尖危 中克定 君非君 陈非臣 指的是中共的一国两制 而使尖危 中克定 指的是民主最终能克定专制 而著名风水命理师卢恒利 早在2018年底就预言说 2019年是诸年 对于蛇年出生的中共 现在最高领导人不利 它将面临各种挑战 当然 风水与人的德行 也息息相关 如果德行好 能转变运势 如果德行不好 德不配位 即使得到好的风水 也无济于事 会被添破 我读过一篇文章 《风水师使坏遭恶报》 《临终方之善心善行才是最好风水》 里面就讲到了这个道理 今天的节目 源由香港的局势 谈到了中共在香港摆下的风水阵 算是新闻时事的一点花边信息 还是那句话 信不信由您自己 昨天在节目中 本来说想跟大家介绍一些 818香港集会的更多细节 还有最新的进展 但是相关的媒体报道 我看已经很多了 我在讲可能有点过时 所以今天临时换成了这个话题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